這個問卷調查對不對 有沒有 有嘛,尤其是研究所很多你的報告 可能這個都跑不了 那一般大家平常都怎麼做 所以有一兩個網站它是有提供比較複雜的那種所謂的研究調查的那些表單設計 那絕大多是大家不太複雜 這裡面Google的線上表單 它有一個功能 其實就是以色尤 我們以色尤它可以幫你做統計 可是它把它刻畫成所謂的線上表單 像你現在有看到這個 所以我可以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報名表 看到報名表除了說頒選、複選 這樣很頒選之外 我們常常在做調查的時候會 比如說他選了是 那可能就要填以下幾項 他又選了否就要填以下幾項 有沒有 會有那個不同的流程 選了是要多填哪一個 那這個部分在Google表單裡面也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看像這樣子 我這邊登記好了 右手邊就可以選擇不同的版型 那最重要的是 當你做好了 我們做這種所謂的調查 最討論的是什麼 做在裡面做統計的那個人 因為他收回好像要一個一個整理 在做成圖表 這個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呢 在表單裡面不用 因為他都幫你整理好的 他都幫你整理好的 所以你看 像這個就是開用不同的版型 你如果都整理好的呢 你看喔 在這邊 他除了會有這個統計圖表以外 你還有那些名單 他等於就是一個遺色 好就是一個遺色 所以你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實際來做一個你就比較清楚 好不好 來我們來試看看 這裡我稍微簡單的準備幾個就是問卷的範例 像這個來講就很單純的有沒有 喝汽水的 那我們就從Google表單 來 我先回到這邊 來 寫到你的雲端硬碟 你按這裡建立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獨立出來就要表單 把它點一下 好 現在呢 你的 現場調查的名稱說明就在這邊 所以我來這裡把我的這個 我就直接貼進來 好 那麼現在你有一些問題了對不對 那你的問題 啊性別 這很簡單 所以我拿過來 性別 性別的部分是屬於什麼 單選還複選 基本上是單選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用所謂的單選按鈕 那你就告訴他你是這個一定要先選女生 男生要有自知之明對不對 男生 如果你就還有其他就新增其他 哈哈哈 好 而且他一定要必達嘛 對不對 勾起來就好 就這麼簡單完成 有沒有 按就好了 那麼你看第二題 第二題這個 也是單選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不用那麼麻煩 啊還要在這邊 直接拿這個複製就來了 有沒有資金的複製出來 對不對 好那 這裡呢 那 經常 單選的 偶爾 基本上這個應該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沒有喝過氣水的比較少 好 完成如果一定要的 吃就好了 那下面的都一樣 只是有時候我們會有遇到一個情形 就是其他 對不對 其他的他可以再填啊 填著 欸 帶哪裡嘛 所以這裡呢 你看哦 我一樣把這個 好 我再複製一個拿來用 OK 這裡貼上來之後 我這邊就先不改 但是呢 我在這裡增加一個叫做其他 完成 有沒有發現資金就增加進來了 好 資金增加進來了 那 信 啊 裡面還有什麼 啊 不對 這個應該是 啊 是單選 這裡是複選 來了 複選的 我們來看一下囉 你看 複選的 點到他 欸 按編輯 這個是複選的 我們往下 這裡 就是核取方塊 好 核取方塊的 那 這邊 把它大致上 勾起來 一個 有 這是這裡 加密 好 我先簡單擠個這樣就好 好 OK 那這裡就沒問題了對不對 一樣有其他 好 必答完成 這樣了解 好 那如果你做得好的 當然你如果有一些文字的都一樣 假設你做得好的 你就可以先從這邊來看一下 預測的主題是比較簡單的 有沒有看到這種的主題 這個搭配一下 當然其實我比較建議 如果你是用在什麼 用在斜的平台 你就是把它砍在裡面的那一種 你就用比較單純的 Sumble 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太滑 那如果你獨立出來的 那你可以用一些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想像這一個 或這一個 都OK 你可以先預覽看看 那預覽的過程 它現在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我們剛剛上面這些文字 看起來好像辣碼對不對 但是就暫時性的 就是預覽的時候不OK而已 真正看的時候是OK的 好 所以你不用擔心 假設我要做一個 你就按套用 這樣就好了 下面呢 你可以找到它的網址 這裡有它的網址 好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你看我把它點開 有沒有看到這裡正常的 對不對 那這邊它就可以去填寫 如果把它送出來 它必須 它說你還沒有回答一些問題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都溝碧填嘛 對不對 好 這是比較單純的一個使用 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說 如果你真正填了之後 它怎麼去做後面的那些處理 好不好 你現在在你的Google雲章命碟 新增裡面就有一個那個表單 剛剛就大家大概有增加進來的一個設定的主題 要命你的題目要調整 這題要放下面就這樣拉下來就好了 有沒有 很簡單 好像這個太簡單 所以大家又不習慣 哈哈哈哈 覺得好像不應該這麼簡單 很簡單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看 基本上我們常常人家填寳問卷之後 會感謝它一下嘛對不對 對 那這個要算寫在哪裡 因為它填完問卷之後 會有一個訊息跑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在這邊 有看到一個叫做更多有沒有 好 就是這個 這樣 所以當它把這個結果送出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訊息 那麼今天如果你希望說它送出來之後 你可以讓它看到就是這個問卷的 馬上統計的結果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有勾起來它就可以看到說 誰 哪一題填了百分之多少 好 那個我就先勾起來 好 打勾 出身 OK 當然你可以透過電子油電器計算 好 那我現在呢 就單純的我們來直接在一般的頁面裡面來做一個填寫 好 現在你可以看到 而如果我填了 好 男生 好 我填這裡好了 其他 我也不知道填哪裡 聽到我們沒有在喝的 來 好 這個是多選題 最後提交 有沒有看到 剛剛我們填的訊息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如果你可以 剛剛有勾那個統計 這邊你就可以讓它去看到 那個統計結果 有沒有發現 比你用一次的跨很多 這樣 會不會啦 對不對 當然你如果不喜歡 你要看到這個 那個就不要勾 自己看就好 自己看就可以 那麼 我們要回來看 我現在還沒把它弄到協助平台 但是呢 這個你都可以看的 萬一你覺得不夠了 這邊可以再增加性的 再增加性的 我們先看 這裡 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雲端面點裡面來 事實上你剛增加的 雖然是叫做表單 好 這邊增加表單 可是你會發現 你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偶爾增加一個 以色爾檔案 對不對 這個呢 你點進來看 它就是一個以色爾表格有沒有 而且我剛剛填的內容 哪一個時間 內容有沒有在那裡弄好 這樣比較快 可以 那你直接如果有需要看統計結果 就直接顯示回應 材料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的 有沒有 自己看的時候從這邊看 好 如果你沒有打過讓人家看的話 那當然如果萬一你需要編輯 對他來講就叫編輯表格 他對我一個有點討厭 就是 以前他的名詞沒有同意 有些地方叫表格 有些地方叫表單 那目前唯一留下來的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老實要講應該叫編輯表單 好 編輯表單 不叫編輯表格 這樣清楚了嗎 現在你得要以這樣概念證 我們要得 拿到節奏平台裡面來用 對不對 對 所以回到節奏平台 好 我現在呢 就把它放在我們的關於專案 好 現在這邊我來編輯一下這個頁面 你都不用Copy任何的檔案 因為只要你有做了就可以了 插入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 試算表單 就是在這邊 把它點進來 他就自動把你加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如果要做一個 我就把它勾起來 告訴他 我就是要你 你可以自定決定它的寬跟高 好 當然 你這邊要不要選擇這個標題就看你自己 假設我先站直這樣 寬度我會比較建議各位可以百分之百 這樣會撐得比較開 撐得比較開比較OK 好 一樣把它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有沒有表單就進來了 這樣你拿起來了 好 通常我會把這個高度盡量射成跟它一樣 因為這樣才不會上面滾來滾去又不知道滾到哪裡 因為它在卷著你會混搖 所以你可以自己把那個高度稍微調整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樣就可以通通整合在一起 很多 比如說如果你是辦你這個研討會的 有沒有來的 要不要參加 要不要吃素 對不對 用餐的那些 這樣就統計都出來了 不用那麼麻煩 我把它們還給你